嗨 大家好 我是Janです 其實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我要拿我人生第一筆真正的消清費去給我爸媽了 所以很緊張 那為什麼是人生第一筆呢 因為我真正開始工作是從今年4月開始 但是之後面臨了很多搬家啊 買家具啊 買家電 所以即使我有工作還是花了很多時間去補那個大坑 然後才能夠支撐在日本的生活嘛 那現在是也過了半年了 就是我的生活比較穩定了 有看我的部落格的人都知道我之前就是留了存款在台灣的帳戶裡面 然後就跟爸媽說可以自己拿 可是爸媽就是很愛小孩他們也省不得拿 那我現在也終於在各方面都比較穩定了之後 可以好好的靠自己親手去教我人生的第一筆自己賺錢的消清費 真的超級無敵緊張 那我們走吧 爸爸就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爸爸就是啊 心裡放不下 沒有啦 因為你在家裡我跟你講 吃好出來 我們全家一起吃 只是你一個人在那邊 爸爸就捨不得啊 不然爸爸這麼老了 坦白講幾句話 你懂啊 會擔心而已啊 嗯 捨不得啊 好啦 所以你自己喔 你看爸爸就是講了一句話 只要你身體健康 喔 然後事情平安你家裡就好啦 好啦 富貴的東西喔 爸爸喔 你也知道 爸爸不稀罕的 嗯 吃好吃壞都是一餐嘛 對 吃得飽就好 嗯 每晚吃也不行啦 就是這樣而已 嗯 所以爸爸你看爸爸幾十年爸爸就是這樣過的 好啦 知道啦 自己照顧自己啊 好啦 我要給你們 我人生第一筆自己賺了錢的孝親費 呦 謝謝 還是你進到前面給我 好 知道啦 先給你啦 看 日幣啊 我們兩個啊 對啊 那你去換啦 有沒有被人扣手機去換 沒有我撐銀行零的啦 一萬喔 對啊 那五千塊吧 我人生第一筆自己賺了錢 我人生第一筆自己賺了 這把這個給你啦 留戀了 你看 雖然 進了大小另外一回事 但是這個心意喔 就是很高興 爸爸在意不是那個價值 爸爸最在意的東西就是這樣 看到你們能夠獨立跟自立 當然開心真傻 第一點講實際不要說我女兒 你拿錢給我 我當然高興 這個是不用講的嘛 你講那種是不是變得幼稚 所以說爸爸就已經講了心態給你聽了 最高興就是能夠看到 不是這個價值 是看到你能夠獨立自立 五千 五萬 跟五百 同樣道理 父母不會在意你那個價值的 好 我達成任務出來了 還是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用錄影講話的話 還是有點不好意思 就讓我用文字來呈現 MI M ru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